许多民众肚子饿的话 会直接去超商买微波或是生鲜食品 但保存期限最短暂 一代一代过期的超商食品 每年预估丢掉将近7000公顿 让连锁加盟业者出面抗议 总公司配销进货规定不合理 才导致浪费食物的状况 四大超商的体制都是订购是规定的 就是它不会针对你单一店铺 或者是区域性店铺去做调整 以牛奶来当作例子 如果安全库存规定需要5瓶 但是超商最多每天只能卖掉3瓶 剩下的2瓶很有可能就会放到过期 直接丢掉 衍生出来的问题是 每间店每天丢掉约莫2000元 等于说整年下来 全台有70亿元被放进垃圾桶里 面对指控四大超商总公司 表示没有配销的规定 或是对此不愿多谈 但今年来消费者环保意识逐渐抬头 也有不同的看法 基本上一定是不认可 因为它就是丢掉那么多东西的话 就是很浪费 减少不必要浪费这一点去改善的话 那应该会可以增加 更多我们可以用的资源 肯定是希望在享受方便的同时 也不要浪费 那么就还是希望 通过更多的数据的技术 能够提前预知消费者的需求 如何在门市陈列的美观漂亮 以及浪费食物之间拿捏平衡 也成为四大超商与加盟主之间 必须要解决的课题 欢迎新闻 江浅东前书满台北报导